40. 《文匯報》 燦紅料金登陸截轉移86萬人 60年1月7月強台近3萬船借回港避風 2015年7月11日中國新聞A14 香港《文匯報》信 記者高詩善 赴隆金浙江 福州報導 中央氣象台昨日發布颱風紅色預警 颱風燦紅 台灣青春紅 最大風力達17級 為60年來浙江首次在2 7月份遭遇的超強颱風 估計今早至中午將在福建福頂道浙江漲山一大沿海登陸 為應對可能發生的影響 截至昨晚10時 浙江的溫州、台州、寧波、舟山、湖州、嘉興、麗水 紹興等11市共轉移人數86萬5175人 回港避風船隻28764艘 據中央氣象台昨日10時發布颱風消息 燦紅遼將以每小時20公里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動 強度環張有所加強 最大可能在浙江浴環至沙門一大沿海登陸 登陸強度可達超強颱風級或強颱風級 温州市北部地區今日有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南部地區有暴雨到大暴雨 浙江省房子昨日下午1時30分張應急響應等級升至最高級1級 該省已有10個市啟動颱風應急響應 其中、台州、寧波、溫州、舟山、湖州五個市提升至1級應急響應 浙江省房子值班主任胡堯文說 燦紅市浙江60年來首次在7月份遭遇的超強颱風 浙江現在處於梅雨降雨期、水分充足 可能造成特大暴雨級別 針對大風大雨的情況 溫州市房子昨日發布防禦指南 必要時停止集會、停貨、停業、除特殊行業外 鐵路停運航班取消受燦紅影響 杭州、寧波、溫州機場多個航班取消 太湖水域全線封航 其中、杭州宵山機場已取消航班 七三駕池、寧波機場同取消航班 三四駕池、溫州龍灣機場取消所有航班 鐵路杭州站也在7月9日至12日停運部分動車組列車 其中、沿海客專往返經過寧波至溫州南間運行的動車組列車 於昨今兩天全部停運 此外、浙江全省28,764艘艘緊急回港避風 回港及上岸船上人員940,096人 福建沿海牽巨浪燦紅壁近 福建省海洋預報台發布風暴潮四、藍色、警報和海浪二、橙色、警報 截至昨日下午午時發稿前,福建省防信辦已啟動防颱風二級應急響應 受颱風影響較大的寧德市附近海域453艘船 其中下渡船119艘,已全部回港避風 另據福建省明德海事局消息,寧德沿海目前出現3至4米的大道巨浪 同時出現50至100厘米的風暴增水,岸段出現接近藍色境界潮位的高潮位 令德海事部門已引導船舶到合式水域,並出動海巡艇 對避風船舶集中的觀者揚撈地、造罪撈地、張彎撈地等水域進行巡查 檢查船舶謀博、值班情況,提醒船舶加強值班,密切觀察謀位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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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